加士德拍卖行表示 周三在巴黎举行的拍卖会上 米开朗基罗的一幅裸体水墨画 以2300多万欧元的价格成交 这件作品被指定为法国国宝 在30个月内禁止从法国出口 但法国政府最近取消了这一指定 允许世界各地的收藏家 不受限制地提供这幅画 这幅名为一个裸体男人 以马赛乔的名字命名 和身后的两个人物的画作 被认为是米开朗基罗的早期作品之一 可以追溯到15世纪末 这幅画是这位意大利艺术家 为数不多的私人作品之一 1907年在巴黎售出 被宣传为米开朗基罗学派的作品 他在很大程度上被遗忘了 直到2019年 加时德的一位专家确认 他是米开朗基罗的作品之一 这件拍品以2316万2000欧元的价格成交